关于科技的八百字议论文一 科技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个惊喜 一次次赞叹 由于科技的发展 爱迪生利用电发明了电灯 让我们告别了点没有灯的时代 每当夜幕降临时 家家户户都开启一盏盏明亮的电灯 为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带来方便 由于科技的发展 人们发明了播种机和收割机 它给农民伯伯播种 收割带来极大的方便 也节省了农民伯伯非常多时间和力气 由于科技的发展 人们发明了电冰箱 电视机 空调和洗衣机等 电冰箱让我们冷藏 冷冻食品带来方便 电视机让我们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 还让我们的生活和娱乐增添光彩 空调在枯暑 严寒季节 为我们带来清凉或温暖 洗衣机为妈妈洗涤衣物带来便利 由于科技的发展 人们发明了对讲机 手机和可视电话 方便了彼此间的通话与联系 仿佛对方就在你的身旁 由于科技的发展 人们发明了电脑 我们可以在电脑上查资料 写文章 还可以参加网上购物 网上聊天 小朋友们还能玩游戏 电脑是我们的得力助手 他为我们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带来极大的帮助和方便 同时还为自己增长见识 扩大视野和陶冶情操 由于科技的发展 我们的建筑师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设计和建造一撞撞漂亮 奇特的高楼大厦 这些拔地而起的建筑物 错落有致地耸立在大江南北 由于科技的发展 我们的航空 航天事业取得巨大的突破和成功 像这次国庆大阅兵中所看见的 歼10机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最为先进的战斗机 我想 拥有这么先进的战斗武器 我国的国防将更强大 安稳 有了这些先进的武器 我们将不再受欺凌 再说 神舟五号 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相继升空 载人也从一人到三人 从舱内活动到舱外活动 这一切都证明我国有足够的能力去探索太空 征服太空 也证明了我国有能力去建设航天空间站 也许空间站的建设脚步已不远了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必将超过美国 俄罗斯等发达国家 科技的发展 带给各行业的巨变令人嘖嘖称赞 我想 作为一名学生 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员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多学知识 丰富自己 长大后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本领去建设和创造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加强盛 美好 关于科技的八百字议论文二 纵观全世界 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利益 无疑是不可否认的 先从我们的饮食方面来说吧 饥荒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人民最大的灾难之一 由于饥饿而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全世界依然有大部分人在饱受饥饿所带来的煎熬 可是现在却大不相同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 全世界的农业水平都蒸蒸日上 各种一种嫁接和基因技术都在被开发 虽然这还是没能避免少数人因饥饿而死亡的悲剧 但是 科技发展还在继续 相信这个问题 以后一定会得到全方面解决 再从出行的角度来看 古代我们使用的马车 牛车和小木舟 根本无法让一个国家真正有效率的运作起来 很多身处异乡的人都必须大费周章的准备一番 才能返回故乡 有的人甚至一生都无法再次回到家乡 直到18世纪 火车 汽车 地铁 飞机等一系列交通工具陆续被发明了出来 人类的出行才慢慢变得方便 以前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少说也得好几天 现在只需几个小时 甚至更短 科技给人类带来的作用真是不可估量 最后我们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来讲 在古代 身在他乡的人想与家乡的亲朋好友对话 只有通过让信使去送信才行 这样的方式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而且风险极大 万一送信使在路上因为各种原因将信遗失 那么寄信人的期待就此落空了 而现在 电话 短信 电子邮件 QQ 微信等及时通讯方式的发明 无疑是通讯业的一种重大革命 想对别人说什么 只需几秒钟的功夫 别人就能知道 科技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及时而有效 虽然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但是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绝不能忽视的 科技带来的弊端有很多 比如汽车排放尾气 造成空气污染 工厂排放污水 使和牛受到污染 温室气体排放 导致气候变暖 冰川融化 让人担心海水倒灌 任何问题总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弊端也不例外 在我看来 解决方法有很多 比如把汽车改造成太阳能或电能驱动 用法律规范污水处理 多植树造林 进行污水供制 坚持做好这些 科技带给我们的麻烦就能一点点减少 总的来讲 科技带来的力还是要大于弊的 只要我们好好运用科技 总有一天科技会更好的服务于人类 关于科技的八百字议论文三 随着时代进步科技的发展 各种各样的科学软件产品 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们 也对这些东西有了浓厚的兴趣 有的会抢红包 有的会打游戏 有的会制作小电影黑 我真幸福 生活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我想奶奶了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看奶奶呀 每到寒暑假我总是磨着妈妈去北京 哎呀 奶奶在那么远的地方 咱们这么千里迢迢去多麻烦 还要辛苦姑姑他们带着我们出去玩儿 看你这小样儿 来来来 妈妈教你看个好东西是什么是什么 不等妈妈画完我便急不可待的想知道 你看这智能手机不是有微信吗 咱们先打电话跟奶奶说加她微信 这样就可以通话可以见到奶奶了 妈妈笑嘻嘻的教我 咦有这么神奇吗 我这心里的疑问可大得很 不一会儿 我们就打通了奶奶的电话和奶奶加上了微信 奶奶 你看到我了吗 这才加好微信 我就兴致勃勃的开始比划着 你看 这么一按 你马上就能见着奶奶了 妈妈这手起刀落的一个指头点下去 奶奶慈祥的笑脸羞的一下就出现在手机的 手机屏幕上 不一会儿姑姑也来了 简直太幸福了 姑姑 你能看见我吗 你能看见我吗 我在手机的这端亢奋的喊着 姑姑看见你了 姑姑在手机的那头向我挥了挥手 妈妈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还能隔着手机就能看见远在北京的奶奶 这样以后我是不是想奶奶了 随时就能看见奶奶了 是呀 随着科技的发展 微信开始被广泛使用 你看 这达过去奶奶要是接通了 我们就能看见她了 原来是这样 我再也不用天天求着妈妈了 哼 让她还用完成各种练习要挟我 我在心里自个儿敲咪咪的乐着 嘿 朋友们 我们真幸福 这科技的发展可真了不起 生活在这样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 虽然也会出现这个不合适 那个不适应 但是对于我们生活的便利总是会越来越多 随着高水平的科技发展 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 电脑 互联网总有新闻说 现在科技发展的太多太神速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利 总会有孩子走上其路 但是只要我们善用科技 科技的发展就会令我们的生活更加阳光向上 更加璀璨多姿 嘿 我真幸福 在这个科技飞速前进的新时代健康成长 在美好的科技时代增长自己的见识 增强自身的记忆 探索科技中无穷无尽的奥秘 关于科技的八百字议论文四 21世纪的力量 如大树般留下了圈圈年轮 而科技 更是让这四湖面般的世界 泛起层层涟漪 科技在进步 人类在进步 社会也在进步 不知人们有没有注意小黄车在路旁亮丽的倩影 有没有注意抱着共享篮球的年轻人运动的脚印 又有没有想过科学无穷无尽的能量牵引未来世界 无论是谁 都在享受科技的便利 共享的便利 我的父母身居简出 上了一天班累了吧 但利用着回家的路活动筋骨不好吗 你们的末发飞扬 哥儿又是那么嘹亮 我呢 一名在普通不过的学生党 一名爱着篮球的学生 一放学就能打篮球 起步快灾美灾 共享单车 共享篮球以及很多 都一步步踏入了我们的世界 不是我们拥有了科技 而是科技融入了我们 成为了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血液 我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对我的朋友小月来说 更是把共享理念 揉进了血肉 她是一个温婉 文静的姑娘 却是一只书虫 每天 她都骑着共享单车 上学 放学 放学后有书相伴 总是她最大的乐趣 每每到书店时 她眼中会闪出 璀璨的光芒 如有满天星子那么明亮 此时 共享书店成了 她最棒的的选择 最近 她也迷上了篮球 可她家没有篮球呀 怎么办呢 她眼尖的发现了 共享篮球 轻轻抚摸上面的 共享二字 轻轻嘻喃 还是科技最懂我 可不 孔大小姐最懂科技了 我俩皆是玩耳一笑 思思是一名小画家 总是带着明媚的微笑 而最近她眉头紧锁 愁眉苦脸 我恨我不能帮她 拨开云雾见月明 我皱着眉头 问 思思你怎么了 我 我的画笔 打住 我听说有共享画笔 你不妨试试 我刚说完 她本一副我见油帘的样儿 嘴上却忽然盛开了 灼灼如花般的笑容 好不滑稽 我拍了拍她的背 大摇大摆地走了 21世纪不可避免地成了共享时代 越来越多的共享技术像无形的暗箱般进入了人们的身体与灵魂 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便利 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理念 科技和头脑注定了人类的不凡 共享时代不过是里程碑 指引着人们的方向 让人类能够翱翔于科技后土之上 关于科技的八百字议论文武 科学发展与社会生活向来就是一体化的 一方面科学技术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从原始的刀根火种到现在的信息社会 科技给了人类社会无比强大的推动力 另一方面 人类社会也给了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必需与环境 若无人类社会的存在 若无人类社会在其他方面的发展 科技也将无用武之地 此外 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的标志 一种文明的象征 蒸汽机的出现标志了工业社会的到来 半导体的出现又将人类带入了电子时代 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与互联网的诞生 更是标志着人类步入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 科技给整了社会带来了改变 带来了活力 相反社会的发展也在无形中推进了科技的不断前行 两者相辅向成 只有这样 才能共同的发展与前进 然而科学发展是把双刃剑 科技的每一次突破都蕴含着新的发展的可能性 又蕴含着不断增长的危险性 社会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而来 因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恰恰是因为科技的进步而变得十分不可靠 科技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往往又会对作为社会发展的本质的人的发展构成巨大威胁 科技进步为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 也为主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空虚 科学技术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石 人类正是因为运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改造自然 创造并实现了今天的物质文明 但是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 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作为科技进步的半生物 不断向人们提出警示 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之间又具有显明的二律被反性 所以 著名的科学史家萨顿说 就建设性而论 科学的精神是最强的力量 就破坏性而论 它也是最强的力量 汤因比说 技术每提高一步 力量就增大一分 这种力量可以用于善恶两个方面 总之 人类正是在知识就是力量的伟大口号鼓舞下 从愚昧走向文明 走向现代 同样 人类也正是在科学万能论的迷梦中悄悄执行了自己精神的安乐死 科技要发展 人类的生活 科学的发展 健康的生活 这必须成为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很重大的课题